現在來看看怎麼做剪輯的部分 那你進來之後呢 它跟我們一般PowerPoint都一樣 所以你右手邊這裡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沒有特別有內容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張投影片預設播放時間多長 是不是三秒鐘 對不對 好三秒鐘 那所以我先從右手邊這裡 你要不要改都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如果影片進來 反正影片多長那就變多長 第二個 因為我們要做影片嘛 所以通常背景是不是變什麼顏色 做影片背景是不是都黑色的 如果你不改也沒關係啦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Fue了 對不對 好那影片在哪裡 剛剛我們不是有做一段了嗎 事實上這個軟體也支援FLV 所以即使你沒有轉檔也可以這樣進來 好那但是我還是比較習慣變成MP4之後再進來 所以我把DO進來就好啦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你從來沒有想說 用泡泡紋來做剪接對不對 你看丟進來就有了 你看我們下面這裡 下面這邊有沒有時間軸 是的 但是因為呢我現在這段影片比較長一點 所以這邊這邊要捲動 所以你可以先看下面這個地方 這裡有放大鏡有沒有 這裡有放大鏡 我平常最常用第一個 你除了可以放大縮下來的話 第一個最方便就是會把整個影片的長度 縮在我可視範圍裡面 所以我按一下 有沒有整段影片都進來了 這樣我比較清楚說 這段影片一分三十五秒 對不對 大概一分三十五秒左右 那你就可以點一下 那怎麼點呢 要怎麼剪接 第一件事情 請在這個齒標上面 就時間軸上面齒標 因為你現在還少一個時間軸 少一個時間軸 所以我把它點一下 這個任意點都可以按一下 順便問一下大家 請問有沒有同學用過威力導演的 看到這裡 不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嗎 這一根 因為威力導演是左右兩根小的有沒有 所以呢這兩根小的拿來幹嘛 選範圍用的 選取你的影片範圍 因此呢 如果你的影片哪一段不OK的 好我們找看看哪一段不OK 好前面這一段 我就按住小小的 有沒有選一個範圍了 當你選好之後呢 請你看 上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亮起來了 這個 有看到樂視桶嗎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裡把 剛剛的範圍把它刪掉囉 這樣簡單 所以你可以再找找看 在哪一段有問題的 你就再把它去除掉 這樣是最單純的 那我問一下各位 你有沒有可能 我這裡先刪掉 好來 有沒有可能 錄影的過程裡面 少錄到一段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的 那怎麼辦 整段重來 盡量不要這樣 少錄一段 我就補錄那段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你看一下 剛剛第一個是比較簡單的 我就去除某一段就好了 但是中間要補東西 你可以用這樣子 你把時間軸先移好 看看是哪一段 比如說我看這一段 它哪裡有少 我就 好到這裡 當你移到這邊之後 你看最後面這裡 有沒有叫分割換燈片 所以我來這邊把它按一下 注意一下左上角的變化 有沒有變兩段了 也就是剛剛前面的 變成第一段 頭影片 後面變第二段 中間掃一段 你應該知道了吧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說這套軟體 真的也不會太難 那你就把你要的內容是放進來 甚至有些時候 我們可以做怎麼樣 比如說中間這個講完了 你可以再放 比如說老師這邊 可能你要做標題 還是要做一些說明 文字說明 是不是也可以 其實說真的 它可不可以把 PowerPoint叫進來 你覺得呢 當然可以啊 有沒有 可以恢復PowerPoint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你的簡報做結合 我簡報講到這邊 那我講一段 那是不是要合在一起的 對不對 我再看哪一段需要做補充說明的 因為可能用單純看簡報不夠清楚 我就把我的影片加進來 這樣是不是也很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各位待會兒你就可以試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兩個 第一個最簡單的 記得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怎麼樣 先按一下這個 這樣是不是可以看到全部的 全部的之後 第二個要時間總按一下 它那一根指標才會跑出來 好 指標跑出來之後 你就去決定好你的這個範圍 範圍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上面這些功能去做剪接 好 去做剪接 那這邊我補充一下 以同學剛剛的這個情形來講 你有沒有發現聲音好像比較小聲一點 有沒有 這個音量看起來都蠻低的 可不可以把音量調高 可以 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喇叭了 按下去 就可以開始調整它的音量 當然我必須建議各位就是說 你不要太誇張 調太大 所謂的調太大就是原始度的非常小聲 然後透過這樣子去變出來 這樣子你的聲音真的會變差 好真的會變差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你調高 你還是要有一個程度 不要太誇張 那我現在稍微高一點點 它就會幫我們重新計算 有沒有這樣聲音就變 整段喔 整段喔 它就會變比較大聲 我先做多一點 好 你再點一下旁邊 有沒有整段都變大聲了 有 這樣就會 如果你的影片是屬於比較冗長的 你想要看那個縮時攝影 請問這邊 先 這裡 有的人要下課了 按這裡 有沒有播放速度 它也可以調整播放速度 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你的 比較冗長的時間速度變快 好 這個是兩個部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樣OK嗎 可以啦 所以 我們剛剛講的 後面還有一個就是 你點到這邊 有沒有一個分割換燈片 它就會切開了 那增加 再拋過裡面 承受頭影片這邊承受換燈片 就這麼簡單 所以 給你試看看好不好 OK 來 那 那 Adivator呢 經過你這樣設定之後 它就照你左手邊的頭影片的順序 就照這樣撥下去 會產生一段影片 當然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它事實上是做一個什麼 數位教材的軟體 可以 所以其實 如果你發布的時候 也可以變成什麼 網頁啦 或變成 PowerPoint都可以 只是那個是屬於付費功能 所以你輸出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有浮水印 還是可以用 只是有浮水印這樣子 明天 就是 這個 這裡